我和陆婉照婚礼那天 她失踪多年的初恋 坐着轮椅出现了 她追出去之前 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声 你等一会儿 可她不知道 我等不了了诊断书 就在我兜里 未来晚期还剩三个月 满堂来宾都看着这一幕 眼看她要追出去 我用力抓住她的手 远哥你等一会儿 我不会耽误太久的 她语速极快 头都不回 毫不犹豫甩开我 我看着她提群飞奔的背影 有那么一瞬间 竟然想把兜里的诊断书 拿出来 以求她留下 可祈求的话涌上来 却消失在咽喉里 这时我才想起 我是个哑巴 我发不出声音 连挽留的话都出不了口 便只能在原地 做一个接受者 接受新娘的离去 接受宾客们八卦的眼神 和泛滥的同情管家 来问我接下来的安排 要不要把大家 请到隔壁花厅里等 我想了想对她比了段手语 别让大家等了 把李京退回去道歉过后 好好送回家吧 她不会回来了 人群散去一枚王冠 在角落里闪闪发光 那是我手工制作了三个月 在婚礼开始前 亲手为陆婉照带上的 不知被多少人踩过此时 她躺在无数交错的脚印里 像个没人要的廉价垃圾 我走过去捡起来 在空荡的礼堂 独自坐到了天黑 陆婉照叫我等 可她果然没回来 好在我倒也没有刻意等她 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等她了 第二天睁眼 我就看到了陆婉照 她盘腿坐在床前 见我醒来的第一句话 是严州的腿残废了 我想治好她 第二句话是远哥 你觉得呢 我已经从无数人口中 听说过他们的故事 少年叛逆的公子哥 锋芒毕露的大小姐 素敌冤家青梅竹马 在严陆两家的世仇之下 小心翼翼谈着 与世界为敌的恋爱 直到严家破产陆婉照 实时打探日日关心 这场恋爱 才终于被人察觉 提分手的人是严州 传闻她说了很难听的话 把分手的场面 搞得如世界毁灭一般 令人鸣客 叫讲故事的人说起来 都满脸心有余悸 然后他便远走他国 从此失去下落 留下陆婉照困 受搬日日颓废 直至陆父陆母意外亡故 他才重新振作起来 陆婉照还等着我的回答 他虽然眼下清黑 却有种明显的扬眉吐气 时隔多年 再与初恋重逢是一方面 曾绝情甩掉他的男人 如今变得如此落魄 还要靠他治腿 想来的确很爽 难怪他这么神采奕奕 可他实在不该征求我的意见 花的是你的钱 你问我做什么 什么我的钱 你的钱 那是我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那我当然要问问我先生的意见 我笑笑对他比手语 那就治吧 他就像得到了 什么了不得的准许一样 眉眼一下亮起来 当即就要冲出去 却又半路杀猪回头来看我 我终于从他眼里 看见一点心虚 远隔婚礼的事 婚礼就不办了 我比划到 反正我们都已经领证了 就算不办婚礼 你也逃不了 他松了一口气 却又哼了一声 逃不了的是你吧 而且婚礼是一定要办的 到时候我来亲自设计 办一场更盛大 更庄重的婚礼 不不止一场 我们可以办好多场世界巡回 他兴致勃勃的联想 被铃声打断 他看过来店 却没有立刻接 而是等了好一会儿后 才矜持递接起来 语气刻意冷淡 有事吗 不知那边说了什么 他立马皱起眉 连住院检查这点小事 都办不好 你们看住他 绝不许他走了 我现在就过来 他说着 对我眼神示意了一下 我靠在床上看着他 快要走到门口 才敲了敲 床边柜子响声 让他停下来转头看我 我对他比手语 你不要对他发脾气 他是病人 陆婉照举着手机愣了一下 我继续比划 你也知道当年他和你分手 一是为了不连累你 二是不想让你父母 对你彻底失望 才故意用了激烈的手段 让你死心的 你要对他耐心一点 很奇怪等我说完 本来急着走的陆婉照 反而在原地将历许久 半场没见他动 我又敲了敲柜子 对他道 你还不去那边 不是很着急吗 他慢慢回过神来 看我的眼神复杂无比 四在生气 他也不说话 沉着脸对我比了个 知道了的手语 便重重地甩门而去了 真奇怪他在生什么气 我忍着腹痛 在这里看他喂了 另一个男人 各种操心都没生气 他有什么可气的 我吃了药 把藏在床头的诊断书拿出来 用打火机点燃灰烬 冲进了马桶 床头柜里 还有两本结婚正假的 只是陆婉照 以为他是真的 我本想过要和他 去领一张真的 但还好没有 和陆婉照的出狱 很有些戏剧性 六年前的一天 我在山里的废弃公路 是新买的摩托石 闻到一股一样的味道 因为儿时经历 我对气体燃烧的气味 极其敏感 等寻着味道找过去 果然看到一栋正在燃烧的房子 陆婉照就缩在三楼的阳台上 一边咳嗽一边呼救 眼看火蛇 就要从二楼的落地窗里窜出来 等消防车是来不及了 我想办法翻上三楼 把他救了下来 代价是两只手血肉模糊 还崴了脚 但这些都不比陆婉照狼狈 顶漂亮的女孩子 像个乞丐一样 我用外套裹住她 抱着她离开这里 骑着摩托往山下飞驰的路上 身后揪着我衣服的手 一直在剧烈颤抖 我想了想停车 把头盔扣到她脑袋上 女孩这才在我身后嚎啕大哭 而彼时 我只是加大油门 让风声更大一点 好让她能哭得更痛快 后来我知道她是豪门独生女 父母在一年前刚去世 而她家里亲戚众多 于是一切都有了解答 失去依靠的年轻女孩 手握着巨大的财富 就像儿童抓着金子 在街上乱跑一样惹人觊觎 所以她只是在山里避一避暑 便惹来了要命的火灾 被我救下之后 她只在医院住了一天 便回到了自己的战场 短短时间里 她在各路豺狼的逼势下飞快成长 同时也变得更尖锐执拗和不服输 只是她会常来找我 那会儿我还是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 住在教师宿舍 她一个二十几的年轻女孩 也不知道避讳 每次都大啦啦地 带着各种好东西上门 有时是酒 有时是烟 有时是昂贵的食材 来了她就躺在我的沙发上 看漫画看小说 嫌不舒服 还自作主张 给我换了家具铺了地毯 她的东西开始越堆越多 来了兴致 甚至还会跟在我后面 在学校里乱逛 原本准备给我介绍相亲的老 教师被她送了几回昂贵的礼物 便再也不敢 给我推别人的联系方式了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我女朋友 所有人也都觉得 我运气逆天身为一个穷 教师居然能找到 这么个超级白富美当女朋友 简直是上辈子救了银河系 可没人知道这时候的我 根本没想过会跟她在一起 我们之间相隔着巨大的鸿沟 而我从来都很有自知之明 直到那天 我在她舅舅面前 为她挡了一刀 那一下的条件反射 将我所谓的自知之明 变成笑话 刀片破坏了我的声带 从此夺走了我的声音 我做不了音乐老师了 她联系了国外最好的专家 来给我做手术 又领着我各国的 非着寻找治愈的可能 在彻底失去希望后 她摔摔打打地封了一段时间 把她那些残留的豺狼亲戚 一顿清理 又打起精神 兴致勃勃地陪我学手语 学得比我还快 再往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并没有确切的节点 也没有告白 只是当我们不知多少次 顺其自然地接吻时才发现 原来我们已经谈了一段时间恋爱了 再然后恋爱变成婚姻 虽然是假婚姻 那只是她一次醉酒后的冲动 拉着我去了民政局 发现人家已经下班 可也不肯罢休 非要用人脉叫人破例 我最烦这种特权行为 就买了个假证 又任人真真陪她演完了流程 甚至还盖了章 第二天她看到结婚证 居然也没仔细看 就直接认账了 当然也可能是她忙着工作 并不在意这种事 就像请了那么多宾客 做了那么多准备的婚礼 她不也能说走就走 不以为意 有钱人总是会更从容 被爱的人总是拥有更多自由 她两样都占了 自然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 把假证放回柜子 我起身打算出去一趟 剩的时间不多录婉照 眼见是要围着她初恋转的 我不想打扰她 总得自己找点事情做 我在银行给我妹妹汇钱 钱刚过去 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疯了会这么多干什么 我当然回答不了 她显然也不在乎我的回答 只冷冷到 虽然你现在靠着 裙带关系也算半个上流阶层了 但我劝你还是低调一点 人家能在婚礼上说走就走 把你扫地出门 说不定也是分分钟的事 她在那边按了会儿手机 又到我只需要一千的生活费 别的已经退过来了 还有这些年 你会给我的钱 我都一笔笔记着 等我毕业挣了钱 会全部还给你 相对无言 半上她又到你过年回去嘛 敲一下手机 是回敲两下 是不回我敲了两下 她发出一声冷笑 也是你要忙着 伺候你的富豪老婆 哪里有时间回去 给爸妈扫墓啊 啪的一声电话挂了 手机里传来转账的消息 我盯着看了许久 她把我拉黑了 我在路边站了很久 突然身后有人叫我 远兴老师是十年记忆里 除了她没人这么叫我 可等我回头 那个多年不见的女孩 却不说话 而是背着吉他走上前来 微笑着用手语对我说 六年前你说过 等我考了大学大学毕业了 如果还喜欢你的话 你才会听我告白 现在我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了 远兴老师 我可以告白了吗 路边有嚣张的引擎声 轰鸣而过 余光里我看见 熟悉的敞篷跑车 是陆婉照 她副驾上在这延周看表情 好像正冷笑着说什么 油门被她踩得哄哄作响 像一种发泄 有那么多往事和纠葛 连分手都轰轰烈烈的人 总是很难平静相处的 或许每一刻都心虚如潮涌 或许上一秒还担心 下一秒就生气 是不是这才是爱呢 跑车时远了 我视线回到十年身上 对她比手语 抱歉我已经结婚了 我给她看我无名纸上的婚见 她却说可刚才我看到 路小姐在这别的男人 她手上好像并没有婚见 真是难堪 我肝大地扯扯嘴角 你眼力真好 沉默良久 我慢慢比划 可是我很爱她 到家的时候 陆婉照正在厨房忙活 见我回来 她抬头问了一句 上哪去了 不等我回答她 又眉飞色舞道 快来看看我做的甜点怎么样 我过去尝了一口 很香甜 不错吧 是不是没想到 我这个厨房 杀手也有站起来的一天了 她喜滋滋到 要不是沿舟提出来 我自己都忘了 我还会做这个 脱口而出后 她好似才意识到不对 下意识看我 我眉目不动 随手收拾她留下的厨余垃圾 可陆婉照鼻子一动 却突然凑近过来 在我身上左右绣着 一路绣到脖子里 我微微厚仰 任由她绣 好廉价的女士香水 她抬起头来 眼神尖锐 你和谁见面了 真是狗鼻子 我只是送了迟念一程而已 一个教过的学生 偶然遇到了 她这才退开 抱着胳膊看我两眼 哼了一声 那你快去洗澡 我不喜欢在你身上 闻到别人的味道 她回到倒台前 继续捣过甜品 我和她相识六年 还从未见她碰过厨具 而现在 严州才回来几天 她就能做出一桌甜品了 大约见我半赏 没动静 陆婉照一会转头 好像被某种 难以遏制的痛苦操纵着 我抬起手 一字一句对她比划 你闻不到吗 你身上也有别人的味道 消毒水 还有木质南香 空气都静止了 她呆呆看着我好半赏 才到我 我是去医院建了严州 但你是知道的 她刚回国以前 那些混蛋都不理她 只能我去管 你不会吃醋了吧 她说着 竟然高兴起来 取了手套过来勾住我脖子 笑嘻嘻 道你别吃醋啊 等我给她治好了腿 我就不管她了 那如果治不好呢 不会治不好的 她反应激烈到 她以前可是运动生 还拿过网球比赛冠军 原来如此 那的确该治好才对 否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也太残忍了 我想这么说 却累得抬不起手 陆婉照四有察觉 慢慢松开我看看我的喉咙 又来看我的脸 表情正正的 有些慌乱 我不是那个意思 胃里在隐隐作痛 可我想问的话 还没有得到回答 于是继续做手语 假设只是假设 吃不好的话 你要管她一辈子吗 陆婉照沉默半赏 慌乱的神情 沉淀的沉重而会暗 你是怎么了 她对我比手语 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她终究没有回答我 可我想默认也是一种回答 那天过后 我和陆婉照开始冷战 她一向擅长辞道 如果事情的发展 不如她一 她就会不理人 在你面前 来来去去的故意无视你 但一般来说 她也会很好哄 往往我只要给她做一顿饭 捏一捏她的脸 说两句软话 她就又会欢欢喜喜贴上来 可这回我不想再哄了 只沉默地任由 她一天比一天脸色更难看 连公司秘书都给我发消息求救 说她天天在公司摔桌骂人 让我帮帮忙 我看一眼手机 靠回沙发上发呆 不一会儿 十年来了 重逢那天 她要走了我的联系方式 之后天天都给我发消息 约我出来吃饭喝咖啡 我拒绝的次数太多 她就破罐破摔 说我再拒绝的话 就要去陆家找我 还要诬陷我跟她搞外语 我有些啼笑皆非 却还是答应了 就剩这么点日子了 我的确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今天她约在一家会员制的高档会所 说是要用唱功让我大开眼界 我听了几首 果然有些震惊 想当年她还是个容易走道的音乐白痴 没想到几年过去 已经超级进化了 怎么样 不错吧 又唱完一首高音 她蹲在我面前 眼睛亮亮的看着我 是不是没丢你的脸 我靠着沙发 懒洋洋的笔画 比我以前唱得好 那你来看我们演唱会好不好 她终于到处目的 兴冲冲的掏出一张门票递给我 我现在在一家地下乐队当主唱 我想请你来当吉他手 我没有接 只搭了眼皮撇着那张门票 半赏才告诉她 我已经很久没弹过吉他了 她有些着急 起身几乎要浮到我身上 盯着我的眼睛急促到 多练一练就可以 你那么厉害 肯定一天就能搞定的 包厢里灯光很暗 我半张脸埋在阴影里 仰视着她 笑了笑 没有说话 眼神却在拒绝 迟念也不说话了 她莫名沉默下来 撑在我上方正正看着我 半赏突然道 我能抱一抱你吗 我睁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她便已经俯身抱住了我 顶灯照耀着我的眼睛 我让她抱着 却看见包厢门突然被推开 有人说说笑笑地走进来 所有人都待在了门口 而人群簇拥中 我看见陆婉照瞬间紧缩的眼瞳 还有她身后轮椅的影子 陆婉照如闪电般冲过来的时候 迟念还没来得及转身 下一秒 她就揪住了迟念的头发 生生把她从我身上拔了起来 女人的尖叫响起来 一转眼两个人已经打成了一团 包厢里鸡飞狗跳 杯子乱飞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整个人如坠梦中 陆婉照居然会跟女人打架 并且没用她拿过奖的专业跆拳道 而是像任何一个 会被人拍视频的疯婆子一样 和迟念扭在一起 门口那群人好像也惊呆了 竟就这样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继续实话 直到一道清朗的声音急促响起 婉婉快住手 严周推着轮椅急急进来 迟念正好被陆婉照死死压在地上 她扒开她的头发 看清她的脸 陡然露出了冷笑 原来是你 是我啊 迟念也冷笑 六年前被你抢了先 还不准我抢回来吗 灯光下陆婉照的表情有些扭曲 就凭你 她咬牙切齿 抬起巴掌就要扇 我却看见 十年手边摸到并高举的烟灰缸 心里一跳 我条件反射起身想冲过去 却被突如其来的剧痛 搅得险些一头栽倒 而那边则是一声巨响 待我缓过这一阵 眼前发黑的疼痛 陆婉照的惊叫响了起来 严周 世界重新变得清晰 严周为了帮陆婉照拦住烟灰缸 整个人都从轮椅上翻下来 他扑倒在满是碎片的地毯上 狼狈无比 却死死按住了迟念的手 抬头对陆婉照笑了笑 这下那群朋友总算是恢复了行动能力 顿时七手八脚地涌上来 抬人的抬人 按迟念的按迟念 却都被陆婉照一声力和吼住了 都滚开 人群善善退开 他亲手把严周从地上扶起来 再小心搬到轮椅上 很吃力 却倔强地不许任何人帮忙 待到一切安静 他才终于转头来看我 我僵硬在原地 接受他冰冷而失望的注视 你之前说遇到了一个同学 就是他 我没有说话 他不管 继续道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从此以后不许你再见他 凭什么 十年猛地跳起来 却被他一个眼神定住 闭嘴 他几乎是从尺缝间逼出来 再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碾死你 昏尘的灯光里 门口的人群隐隐绰绰 他的那些胡棚狗友 簇拥在严州身边 都朝我头来奇异的目光 我听见自己心脏抽动的声音 我感觉自己抬起了手 一字一句地对他比划 那你也不许再见严州 你做得到吗 陆婉照站在那里 死死盯着我 两久后爆发出一声古怪的冷笑 他不再说话 而是用手语 十足用力 发泄般地回答我 你在开玩笑吗 他怎么配跟严州比 严州陪我长大 带我翘课 替我挨打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人 最重要的是 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 甩着手指告诉我 他是我的初恋 唯一的 永远的 不变的初恋 这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他比 难道你们也搞在一起过 不会吧 是生恋 六年前他还是个高中生呢 李远欣你的失德 你他妈别再说了 是迟念忍无可忍地 打断了陆婉照 越来越快的手语 大喊道 要是六年前 我们告白成功 还轮得到你跟他结婚 你个臭傻逼 陆婉照反应却比他更大 他几乎是用要杀人的眼神 老子还会用呢 迟念狠狠做了个骂人的手语 挑衅一笑 老子六年前就开始为他学手语了 陆婉照站在原地 胸口急促地起伏着 他看起来快要被气晕了 我却看不到这些 我眼前还回放着 他方才那一连串的手语 他们被替换成陆婉照清脆的声音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他是我的初恋 唯一的 永远的 不变的 脑子嗡嗡作响 肺腑翻脚不停 我再也站不住 就回到沙发上 好在这时 门外有人突然说严周受伤了 这才将陆婉照引了出去 等回家再说 陆婉照最后对我道 我们好好谈一谈 他眉眼挂霜 摔门而去 半场 迟念一身狼狈地走过来 我看到他的目光 不由得有些想笑 这是什么眼神 觉得我超他妈可怜吗 你别爱他了 他看着我 突然落下泪来 你来爱我吧 反正你都没剩下多久了 你来爱我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让你每一天都开心 我也没喜欢过别的人 你就是我的初恋 你也是我唯一的 不变的永远的初恋 这世上我最爱你 远欣老师 他哭着跟我说 你来爱我吧 好不好 原来他知道 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有些难过 也很无奈 对他笑了笑 抬起手 如果人真的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 去爱自己想爱的人 我一定爱你 对不起啊 十年同学 他捂着脸蹲下来 几乎嚎啕大哭 陆婉照说要和我好好谈谈 可我不想谈 没什么好谈的 我们都知道彼此没有出轨 谈的结果无非就是 他不准我再见十年 却又绝不会答应我不再见延州 我无所谓 其实我本来也没想过 要让他和延州断绝来往 偶尔想想 我甚至觉得等我死了 延州也算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这样的想法只存在了一天 次日在陆家见到延州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说谢谢你照顾婉婉 是啊 可不该谢我嘛 我救了他两次 六年间 是我给他做了无数顿饭 让他寄到了垃圾食品 也是我在他每次大发脾气的时候 上前哄人 慢慢让他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暗大脾气 连他的秘书们都叫我大功臣 说我们在一起之前 陆婉照简直就是个带刺的喷火龙 讨闲的女暴君 是我 一根根误软他的刺 一次次浇灭他的火 让他重新变得骄纵而不野蛮 肆意而不尖锐 就像一只皮毛华丽傲慢威风的小豹子 可这也轮不到延州来谢我 他是以什么身份 以什么立场来谢我呢 我想问他 可他看不懂手语 我也不想用手机打字或用笔写 那会让我显得失弱 我尤其不想在这个人面前显得失弱 他好像看出来了 对我笑了笑 没关系 你听我说就好 以前陆家不是这样的 他环视四周 带这些怀念 指了指窗外 那会儿外面有棵树 一直长到三楼晚晚的窗台上 我有时候会趁人不注意 悄悄爬上去和他见面 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快满二十了 但都是第一次恋爱 所以每一天都过得乱七八糟的 还动不动吵架 但现在想起来 那已经是很幸福的时光了 我僵硬地坐着不说话 他话锋一转 说 对了 我的腿能治了 我做了个恭喜的手语 他看不懂却猜出来了 要不是晚晚每天到处给我联系医生 又请了很多专家团来给我会诊 我也不会奢望能有站起来的机会 说完他顿了顿 眼神有些怜悯的划过我咽喉的部位 你的嗓子当时为什么没治好 是没找到好的医生吗 我听说还是为了晚晚才伤到的 这一点我要带他向你道歉 他如果像对我一样尽心尽力 你的喉咙说不定也能治好呢 我恍惚又被刀片划了一次喉咙 极致的冰凉后是极致的滚烫 血液鼓鼓涌出 我好像听见陆婉照的尖叫 可现在回忆起来 我已经想不起他的表情了 我知道我不该被他挑拨 但我忍不住 陆婉照当时到底是什么表情呢 有心疼和愤怒吗 还是一切都只是因为愧疚和感激 这一天是怎么结束的我已经忘了 只是第二天我就买好了去南城的车票 我打算去见我妹妹一面 然后就回老家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要去看一看十年的演唱会 为他弹一曲吉他 也算是报答他年少的盲目喜爱 毕竟 他或许是这世上唯一爱我的人呢 可这一趟行程最后也因为陆婉照告吹了 他桌间一样在那个地下酒吧等着我 让他带来的手下盯着我不许我上台 你还想为他伴奏 想都不要想 他在人群里对我做手语 我也有些暴躁了 你跟踪我 就是跟踪你又怎样 我转身去了后台 他跟着我进来 居然还有些得意 那女人六年前还是个小鬼的时候就觊予你 我肯定不会给他一点机会的 我帮他伴奏一次 我就再也不见他了 他好像犹豫了一下 却很快摇头 不行 你想弹吉他的话 以后弹给我一个人听就好了 想伴奏也不难 大不了我去学唱歌 你学唱歌 你一个音质怎么学 我只是去弹个吉他又不做别的 你控制欲能不能别这么强 我动作很大 几乎粗暴 他愣住了 呆呆看了我好久 在我平静下来准备出去的时候 他才突然道 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疏然回头 他却红着眼眶死死盯着我 你是不是后悔救我了 为了救我你才伤了声带 为了救我你才成了哑巴 为了救我你离开了你喜欢的学校 离开你喜欢的学生 为了救我你失去了工作 你是不是后悔了 眼泪从他眼眶里涌出来 他却倔强地瞪着我 看着十年在台上唱歌 你是不是也会开始讨厌我 也会觉得如果当时没救我就好了 我说不出话来 耳鸣声尖锐刺耳 我猛地闭上了眼睛 陆婉照却把这当成了默认 他发疯地砸了后台放着的所有乐器 扬长而去之前 他红着眼冷冷盯着我 就算你后悔了也没用 你救我两次 我要拆你一辈子 谁敢再靠近你 我就弄死谁 不信你就用迟念试试看 我会不会说到做到 他走了 赶来的迟念看着这满地狼藉 愣愣地盯着我 我艰难地对他比划 对不起啊 毁了你们的演唱会 但他会加倍赔偿的 虽然也无法弥补什么 迟念说没关系 那你还能给我伴奏吗 我摇了摇头 又比 对不起 迟念又哭了 反正约很旧了 我想了想 还是拒绝了 不要被这些死物牵绊住 看到会伤心的 我已经够对不起他了 总不能让他以后 还抱着我的吉他哭吧 他未来男朋友 得烦死我不可 我和迟念平平淡淡地告了别 就像以后 还会有无数次相见一样 但和陆婉照 我没有告别 早些时候我还发愁 该怎么跟陆婉照坦白 现在倒是省事了 不告而别 才是最好的选择 就算有朝一日 他听到消息 也总会有严重安慰他 至于会不会愧疚 我全心全意 爱了他这么多年 让我最后在他心里 用愧疚占一点小角落 也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吧 何况有爱的人陪在身边 就算在愧疚 也总会放下的 只是在离开之前 我借着凌晨夜色 看了他很久 最后还是没忍住 在他熟睡的脸上 印了一个吻 从额头到鼻尖 再到嘴唇 好吧陆婉照 我承认 我很舍不得 就算你让我那么痛苦 我也还是这么舍不得 再见了陆婉照 我唯一的 永远的 不变的爱人 一天后 我抵达南城 见到了我多年未见的妹妹 她长高了许多 变得成熟而自信 在人群中 很是出众漂亮 她的同学先注意到我 往我这边指了两下 似时在起哄 她的脸色 却一下难看起来 她是我哥哥 已婚人士 这么远 我都能听见她的怒吼 这么精神 真好 我对她挥了挥手 转眼我们坐在了 附近的餐厅 我当着她的面 把她退给我的50万 转了过去 用手机给她打字 你把我拉黑了 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攒的 那我也不要 她冷冷道 预期给我转钱 你不如回老家 去给爸妈扫墓 我都梦见他们来问我吗 他们怎么不来问我 明明是你月有所思 夜有所梦 见她又要生气 我赶紧打字 知道了 我这次见过你就要回去的 真的 她将信将疑 有些震惊到 你真的愿意回去扫墓 不是你要求的吗 她呵呵一声 却也缓和了脸色 没再说什么 我本想多待两天 最好再带她到附近玩一玩 请她吃好吃的 她却一个劲催我回去 你不回去 我那些室友就都要来见你了 她满腹怨气道 我都说你不会说话了 他们还丧心病狂说 人帅就行 我有些善善 有些想说见面也没什么 我可以给他们买点吃的 但最后想想还是算了 她看起来过得很好 将来只会过得更好 我没什么可担心的 只是离开前 妹妹叫住我 对我说 只要你愿意回去看看爸妈 我就不怪你了 我想他们也不会怪你的 哥哥 你以后好好过 虽然我不喜欢你那个 沐下无尘的老婆 但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叫她一生嫂子 她终于对我露出个笑来 你下次带她一起来 我那些室友绝对不敢动她 我也笑了笑 最后我抱了抱她 摸摸她的头 转身走进机场的人流里 我的故乡在煤炭大省 回村的路上要转好多次车 颠得我也吐了好几次 好在隔壁的阿姨不嫌弃我 还给我递了一个橘子 看来她不是我们村的人 如果是的话 想来不会对我这么和爱 我的父母是在我十岁那年去世的 故瘫痪了 后世母亲烧炭自杀 我妹妹当时被送到亲戚家里玩 家里只剩下我 于是他们把我也捎带上了 紧闭的门窗 漆黑的房间 呛人的烟味 还有隐隐绰绰间 看见了母亲变色的脸 这一切都是我常年的噩梦 和陆婉照在一起后 才慢慢减少了一些 在当年离开村子的时候 我曾发誓绝不会再回来 可如今我看着这栋破败的房屋 突然觉得或许这就是命运 我本该随母亲一起死在这里 是我自己挣扎着 抓挠着 拼死拼活 打碎了窗户 翻了出来 现如今虽然多活了二十年 回头一看 却还是无处可去 兜兜转转 竟还要回到这里 现在想来 第一次在大火中 见到陆婉照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 对他有所不同了 因为那时的他 和年少的我是那么的相似 我们一样的尖锐 一样的不甘 一样的不愿在任何人面前 低头服输 父母活不下去了 想带我一起死 我却偏想活下来 对我来讲 他们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只是三个字杀人犯 即便如今我快要死了 也依旧如此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低头看 是陆婉照发来的消息 你想去找你妹妹 或者回老家散心都可以 但不要待太久 最多一个月 刚看完这条消息 又有另一个人 给我发了一条 是严州发来的 他说他还有一个月 就要动手术了 手术地点在国外 这期间陆婉照 大概会经常飞过去看他 让我多多理解 还跟我道歉 我笑着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提前助你手术成功 另外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 等以后你住进陆家 能不能把我的东西 全都打包扔掉 想来陆婉照 是不肯丢我的东西的 但你应该不会希望 那里还留着我的痕迹吧 我留了一些钱在抽屉里 应该够你找一次搬家公司了 多谢 我还是无法助他们过的幸福 就算我自私一回好了 既然不能带着陆婉照的爱死去 那就让我带着他的愧疚死去吧 一点点就好 夜色将至 我背着吉他 望着这栋老旧的屋子 抬脚走进去 就像走进我的坟墓里 我叫李远欣 三十而立 三十而死 一声碌碌 无话可说 晚 番外 有快递寄到了公司 指明要陆婉照签收 陆婉照没当一回事 叫人拿来看了一眼后 才发现寄件人叫李月生 是李远欣的妹妹 她一顿 这才签了字 亲自找了剪刀来拆快递 箱子不大 打开后里面还有一个箱子 包得更加严实 她有些不耐烦 什么东西这么神神叨叨 她拿起来晃了两下 还有点沉 却听不出是什么 倒是有东西突然掉在桌上 一个装卡片用的小袋子 倒出来一个黑色右盘和一张纸 那右盘陆婉照一眼就认出来 是李远欣的 她这个人念旧又节俭 一件东西不用坏是不会丢的 陆婉照还经常为此吐槽她 说跟她在一起后 才发现有些东西居然能用那么久 她的右盘怎么是李月生寄来的 陆婉照有些莫名其妙 却看到那张纸片上 公公整整的写着几个字给陆婉照 一笔一画 公公整整 有极其用力 似带着某种快爆发的情绪 可那不是李远欣的字 陆婉照更加莫名其妙了 但看在她是李远欣的妹妹的份上 虽然她其实并不太喜欢这个妹妹 因为她知道这个妹妹也不喜欢她 并且还对李远欣很不敬 她撇撇嘴 一边吩咐秘书拿一份她需要的文件进来 一边把肉盘插在了电脑上 秘书进来时刚好看到屏幕上亮起的 李远欣的身影 忍不住问了一声 是李老师 她最近上哪去了 好久没来公司给您送饭 我们还怪想的 是想她给你们捎带的零食吧 陆婉照没好气 她回老家扫墓去了 很快就回 一句话还没说完 屏幕里的人对着镜头比起了手语 她坐在老房子里 门外有淡淡的天光 那几个缓慢的手势 是陆婉照的意思 她再叫她的名字 陆婉照便一下安静下来 接着她看到下一句话 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录一些话给你 但能不能看到就随缘了 我觉得你应该会来看我一眼 毕竟你本质是个很心软的人 但也有可能你不会来 那样更好 不看到就不至于太伤心 真对不起 陆婉照 我要死了 秘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看不懂屏幕上手语的内容 但她看到她女暴君的老板 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的脸 下一秒她突然猛地按了暂停键 她听见老板迷惑而急促地喃喃自语 真奇怪 我怎么好像看不懂 怎么可能 秘书心想 因为有个哑巴先生 她老板都快练成手语大师了 可她老板好像真的看不懂 一边喘息一边吩咐她 你 你马上去联系我们合作的那个聋哑学校 找一个最好的手语老师来 我好像看不懂她在说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 开始不停地拨电话 可那边一直没有人接 陆婉照便焦躁地站起来 一边不停打电话 一边困手般走来走去 见她半晌没动 更是直接掀翻了会客桌 爆发出声嘶力竭的怒吼 你听不到我说话是不是 还不快去找人 秘书吓得猛一哆嗦 半秒不敢耽搁地跑了 陆婉照站在一地狼藉里 胸口上下起伏 眼神美美要出到屏幕上的人 便被烫到一样盘开目光 肯定是我看错了 他喊喊自语 我太久不练 所以搞错了 对 一定是这样 他用力按着额头 继续在办公室躁动地走来走去 时不时踢翻一个盆栽 踹飞一只花瓶 外面的员工几乎全都听到了这动静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仿佛等着雷霆降临 半小时候 手语老师来了 跟着一起来的 还有轮椅上的盐周 听说你又在发脾气 我来看看 他不久就要去国外动手术 一往陆婉照看到他 都会抽空聊几句 可今天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只死死盯着手语老师 您帮我看看 他甚至用上了尊称 我觉得我看错了 您来帮我 好好看看 他几乎是一字一字挤出来 您要保证一个字都不准错 手语老师有点慌 但屏幕里的人他认识 他的手语就是在他这学的 是个脾气很好 长得也很好的年轻人 翻译他要说的话 他又没那么慌了 于是镇定地点头 陆婉照这才沉着脸走过去 按下播放键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手指一直在抖 他猛地把手藏起来 预盖弥彰 狠狠看向屏幕 害我出这么大的洋相 等你回来了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视频继续播放 随着屏幕中男人的手势 手语老师一字一句地翻译起来 其实关于我的目的 我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就在这里了 刚说完这句话 手语老师就呆住了 他的一声捂住嘴 朝陆婉照看去 而陆婉照死死盯着屏幕 眼眶发红却没有掉泪 咬牙说 继续 其实关于我的目的 我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就在这里了 倒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地方 比如我工作的学校附近 在那里能听到上课铃 能看到闹哄哄的学生 也许还能听到他们唱歌 多热闹 可惜我虽然很向往 但那里并不属于我 别误会 我不是在抱怨失去那份工作 你知道的 我一向是个接受度很高的人 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不算大事 毕竟怎么活不是活呢 还有 我知道你那天 只是脾气上来故意气我 但你其实是知道的 你知道我并不后悔 我从没有后悔过救你 哪怕半秒都没有过 你只是习惯性口无遮拦 但以后要记得改一改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像我一样好脾气 总会有人为此伤心的 仔细想想 我好像也不太知道 该跟你说些什么 比起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现在已经乖巧很多了 你有贴心的朋友 有靠谱的下属 有慈祥的长辈 还有 还有势而复得的初恋 好吧 我实在不想比划这个词 好吧好吧 我承认我吃醋 我再嫉妒 我好嫉妒啊 陆婉照 你怎么能让我这么嫉妒别人呢 我嫉妒的连祝福都说不出口了 但陆婉照 你不要介意 也不要因此而愧疚 人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的 我顶多就是有点遗憾罢了 可人活着又怎么会一点遗憾都不留呢 何况我通常都不太幸运 每次抽签能有个评 就谢天谢地了 不要误会 我沉默这么久不是死了 而是在想还有什么能说的 这个玩笑不好笑吗 好吧 我的确不太会开玩笑 好吧 其实我只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虽然不知道说什么 却也不想就这样结束 即便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见 但这么对着镜头 就总感觉能看见你一样 你知道 我总是很舍不得和你分开 但是 相机的店不多了 我又浪费了几分钟 陆婉照 你不要怪我 屏幕里的男人看着镜头 他黑色的眼睛里带着笑意 有些无奈有些温柔 陆婉照在屏幕外死死盯着他 就像真的跨越了空间和时间 真的看到了他 也听到了 第一次见面 把他从大火里救出来的年轻男人 有一把雌性优越耳的嗓印 那时他握着滚烫的栏杆翻到二楼 对他说 你跳下来 我会接住你 现在 时隔多年 他仿佛又听到了他早已消失的声音 他对他说 陆婉照 你不要怪我 我已经很努力了 男人眉眼温柔的对他说 十几年前我从这里离开的时候 曾发誓要过得很好 要找到我爱的也爱我的人 要让带着我去死的父母看到 我可以靠自己活下来 还可以活得很好很幸福 他挠了挠头 神情竟有些少年的不好意思 现在看来是没能做到 但也不是完全食言 我也算做到了一半吧 无论是好好活着 还是找到一个我爱的人 至于你爱不爱我 那不是我努力就能办到的事 毕竟我比那位晚来了许多年呢 可是能爱你也是很幸福的 你是很值得被爱的女孩子 而能得到你六年的陪伴 这已经是我人生里 为数不多的幸运了 相机真的要没电了 男人不舍道 没想到还是要用这句话 作为结尾 如果这是一部电影 那这一定是最俗套的结局 可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了 陆婉照 声音消失在耳畔 陆婉照看到镜头里的男人 一个字一个字 认真的对他做手语 我爱你 不要伤心太久 等延州的腿好了 就去旅游吧 去你想去的每一座城市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没有人敢说话 连外面什么都不知道的员工 办赏后 陆婉照笑了一下 开什么玩笑 他没看到自己眼里全是血丝 眼眶已经通红的像要滴血 李月生这个神经病 为什么要给我搞这种恶作剧 他们在玩什么大冒险游戏吗 他跌跌撞撞的走到桌前 把那个还没开的箱子拿起来 用剪刀颤抖而粗暴的乱滑 试图强行把东西拆开 好一会儿 外层的包装终于被撕烂 那是一只粗糙的黑色盒子 任谁都看得出来 那是骨灰盒 陆婉照停住了 灰白的粉末混合着骨渣出现在视野的时候 他终于爆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 三个月后 多完手术并已经可以勉强下地的延周终于回国 这几个月间他一直都没能联系上陆婉照 但他并不着急 毕竟最大的威胁已经死了 之后他有的是时间 或者不如说 这是趁虚而入的最好机会 就像那男人在一眼里说的那样 他可以陪着陆婉照走出来 他也是这样希望的不是吗 这样想的时候 多多少少带点亲面 延周实在是不想承认 在得知陆婉照居然和一个哑巴在一起的时候 他简直是出力愤怒的 只是后来知道他是为了救陆婉照猜牙的 才稍微有些谅解 毕竟陆婉照的确是个有恩必报的人 不过六年也已经够了 不如说他已经够幸运了 看在他退场的恰到好处的份上 他会允许陆婉照去为他扫几次目的 可最多五年 他不能允许陆婉照一直记着他 这么想着 延周从车上下来 暗响门铃走进了陆家 和他想的一样 畅通无阻 所有人都对他弯腰 老管家也沉默地为他领路 就像他已经是这里的男主人那样 和他想的不一样 陆婉照坐在客厅的正位里 一副等待已久的模样 等他走近才慢慢抬起头来 你来了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 因为眼前的陆婉照太瘦了 就像得了绝症一样苍白 可他眼神漆黑 瞳孔里仿佛藏燃着幽暗的火 延周立马就心疼了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没好好吃饭吗 他一边拄着拐杖往里走 一边关心道 就算在伤心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带你出去散散心 这房子以后也别住了 我们去换 话还没说完 他被人按住了 是一直站在角落的保镖 他却没注意到 延周愣了愣 这是干什么 陆婉照慢慢直起身 对他的一问充耳不闻 道 你刚才说什么 带我出去散散心 往前看 这房子也别住了 他笑了一声 摸了摸手下的椅子 这是我和李远欣的婚房 这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李远欣挑的 你让我别住了 那你让我住哪 婚 延周表情有些难看 可他都已经 我们还住在这里不太好吧 陆婉照沉默良久 重复 我们 他又重复了一遍 半嗓突然捂着脸笑起来 我们 你居然说我们 你居然能这么理所当然的认为 我会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 是我给了你错觉吗 所以连他也这么以为 连他也觉得我爱的人是你 他到死都以为 他猛地站起来 松开手时脸上已经满是泪痕 盯着延周的眼神却很利而憎恶 他到死都以为我不爱他 他几乎要崩溃了 这三个月以来 他每天都躲在家里 他不敢再看那段视频 却每每总想起那些话 其中最让他无法接受 想起来就想要嘶吼发疯 想要砸烂一切的 就是这个李远欣竟然以为他不爱他 李远欣竟然到死 都以为他对他只是愧疚和感激 李远欣竟然到死 都以为他爱的另有其人 然后他就抱着这样的遗憾死去了 他永远都无法再告诉他 永远都无法再解释 我爱的人是你 从六年前到现在 一直都是你 只有你 他不得不崩溃 可他能怪谁呢 他只能怪自己 怪自己傲慢 怪自己无知 怪自己以为李远欣会永远在身边 所以肆无忌惮 所以口无遮拦 什么伤人说什么 忽略他的感受 忽略他的眼神和心情 甚至就在他离开之前 他见他的最后一面 他居然还在跟他吵架 他居然还笃定了吼他 说他一定是后悔就他了 他明明知道他不会 他明知道他那么爱他 陆婉照还能想起那天晚上 他睡着后 分明隐约有感觉到他回来了 可他没有醒 他在睡梦中 分明曾感受过他的亲吻 可他没有醒 他以为明天就能见到他 可那已经是最后一个吻了 他此生再也不能见到李远欣 再也不能被他温柔的亲一下 他后悔 他恨不得杀了自己 可李远欣要他活着 他便只好活着 他还要找别的人来恨 桌上放着一台电脑 陆婉照把屏幕对着严州 按了播放 里面是一段监控 严州来找李远欣那天的录像 原本早就该被清理了 但老管家不知为何将其保留下来 最后等到了陆婉照来查 我特意找人来认口行 知道了你们的说话内容 陆婉照看着屏幕里 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李远欣 心几乎要裂开 可他已经习惯这种疼痛了 于是只是面无表情 你竟然谢谢他照顾我 你竟然挑拨离间 想让他以为我没有尽力就他的嗓子 你知道当时我为了找人给他治嗓子 还给人下过柜吗 严州 我好恨啊 他没有表情的流着眼泪说 我一想到他居然被你逼走 居然到死都以为我爱的人是你 我就恨得抓心挠肝 夜夜不眠 是我错了 但你也有错 他说着 前期早就放在一旁的棒球棍 麻木的看着严州道 所以你得付出代价 他握紧棒球棍 缓缓走进已经被暗倒在地的严州 严州终于慌乱起来 你在说什么 婉婉你疯了吗 你要干什么 你现在只是被愧疚蒙蔽了 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本来就爱我 否则你怎么会为了我连婚礼都不要啊 你醒你醒 陆婉照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他一边发狠的哭 一边高高举起棒球棍 用尽全力砸下去 严州刚刚治好的腿发出一声脆响 在他的惨叫声里 陆婉照哭着道 你说的对 是我疯了 我怎么会为了你放弃和他的婚礼 还丢了他为我做的王冠 难怪他以为我不爱他 是我疯了 是我该死 你也该死 他一边嚎啕一边重重的砸下去 直到老管家担心真的闹出人命 令人帮助了已经全然失控的陆婉照 他最后浑身颤抖的倒在老管家怀里 揪着他的衣服哆嗦着说 我爱李远兴 我只爱李远兴 全世界我最爱他 我只爱他 他知道的对不对 他知道的 老管家将他抱在怀里 摸了摸他的背 是 李先生知道的 不 你骗我 陆婉照大哭起来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地上沿沼已经奄奄一息 一旁的柜子上 照片里 李远兴弹着吉他 在阳光里笑得很温暖 却没有回头 番外二 我叫李远生 我的哥哥叫李远兴 我们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但穷也是分两个阶段的 爸爸还健康的时候 家里虽然穷 但也还算知足快乐 尤其是我 因为有个又帅成绩又好的哥哥 简直是村子里最让人羡慕的小女孩 可当爸爸瘫痪之后 家里的穷就变成了空气里的江湖 让人一点一点不能呼吸 连笑都要小心翼 我很发愁 每天都皱着脸想办法 每到这时 哥哥就会摸摸我的头 说我小小年纪就为这些事操心会变成的 但很快他又安慰我 没事 等我长大挣了钱就好了 到时候我会带爸爸去大医院看病的 那时候的哥哥 对我来说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所以我果断相信了他 所以在得知爸爸妈妈都死了 只有哥哥活着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直到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死亡 明白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也已经能听懂邻居们的闲话 好心狠的孩子啊 年纪小小就抛下父母自己逃生了 他既然能跑出来 为什么不救救他爸妈 泽泽 料我说 他这样的哥骨带是要被戳几两骨的 什么叫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啊 他们不光自己说 还扯着我说 让我离我哥哥远一点 他今天能放任爸妈去死 明天就能对我见死不救 年纪尚小的我 就这样在留言中 日复一日的与我哥哥疏远了 我不再依赖他 关心他 我推开他伸向我的手 打掉他递给我的钱 漠视他凝视我是灰暗的眼神 直到我们都离开村子 直到我慢慢长大 我才终于知道 我不该怪我哥哥 我该怪无知的村民 怪残酷的社会 可我还是很难面对他 因为我知道他对父母是有恨的 恨到不肯回去扫一次木 我无法接受这一点 但我想 时间会解决一切的 尤其在得知他结婚了 对象还是一个那样 美丽富有的女孩之后 嘴上不说 但我心里很欣慰 我知道我哥哥是很值得爱的人 我想以后的时间还很长 我们最终都会痊愈 会幸福 会修复伤疤 重新成为当年 还彼此爱着的模样 可我没想到他死了 他的人生在三十岁就戛然而止 我再也没有哥哥了 而我就是在失去他之后 才察觉自己的愚蠢 残忍 以及可恨 好在世上 如我一般痛苦的人 还有一个 可最悲惨的也是这一点 在哥哥死去三年后 我第一次主动找到陆婉照 那个我哥哥到死也爱着 却辜负了他的女人 他出乎意料的苍白瘦弱 看我的眼神透着骨悠悠冷气 不像活人 即便生活在这样宽敞豪华的别墅里 他看起来也很痛苦 我很满意 接下来我还想更满意一点 之前你一直拒绝见我 今天为什么突然上门 他窝进沙发里 身影看起来异常单薄 我笑了笑 他去世之前说了一点话 我刚刚才想起来 特意过来当个传话人 他的眼睛一下亮起来 整个人从沙发里弹起 做得笔直 紧紧盯着我 什么话 看着他急切的眼睛 我却不着急 慢慢道 你以前是不是跟我哥说过 这辈子不做二婚女 所以绝不会跟他离婚 他神情古怪 大概不懂我为什么提到这个 吃点了点头 眼里闪过一丝怀念 怎么说起这个 把你们的结婚证拿给我看看 他警惕起来 你想干嘛 放心 我不会撕的 毕竟是我哥的东西 他这才去拿了结婚证出来 小心翼翼递给我 我打开 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最后望了一眼 照片上正笑弯了眼的我哥哥 我猛地笑起来 这么多年你都没发现吗 这结婚证是假的 我将本子递回去 哥哥的笑 我哥哥在死之前 还惦记着这件事 他说怕你真的因为 那句可笑的誓言 就不结婚了 所以特意让我告诉你 家里的结婚证是假的 是你喝醉了酒 硬拉着他去下班的民政局 他不想让你失望 故意买了假证 好叫你高兴的 我站起来 居高临下 看着整个人都争住的陆婉照 你和我哥哥从来都不是夫妻 他到死 在你这里都无名无分 可是还好 这也证明 他到死都是自由的 他来了又走了 自由的爱 努力的活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对不起谁 走也走得干干净净净 他也从未真正的属于谁 我看着他 轻声说你也不算真的拥有他 我说你们没有真正的婚姻关系 以后就算你想结婚了 也不会是二婚女 陆婉照 你开心吗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因为陆婉照已经浑身颤抖 哆嗦着嘴唇说不出一个字 一个管家打扮的老人突然冲了出来 吩咐人将陆婉照抬进了卧室里 我有些慌乱 哥哥活着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 如果我真的把他给急出个好歹来 哥哥肯定会怪我的 好在他似乎没有大爱 只是那个老管家出来看着我 神情似有责怪 我去看了陆婉照 他坐在窗边的椅子里 背对着我 整个人更加散发着沉沉的死气 我知道你想报复我 让我痛苦 我承认你成功了 他抬头看我 眼神里却又迸发出赤泪的光 所以你留下来怎么样 跟我讲讲你哥哥 讲他小时候讲他长大了 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好不好 你就住在这里 我可以养着你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疯了 我惊恶的后退 他看到我的表情 才慢慢恢复安静 眼神很可怜 你不愿意吗 我摇摇头 哥哥希望我好好活着 我不想日日沉沦在痛苦里 我还要向前看他 他的眼神迅速熄灭下来 语气和表情都变得僵弱 轻飘飘到 那你滚吧 他不再看我 但我看着他死机的侧影 却不知为何失了眼眶 我知道 其实我不是为了满足哥哥的愿望 才要好好活着的 而是我本来就想好好活着 哥哥的死让我痛苦 却远没有到想死的地步 可眼前这个女人不一样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 我知道 她也知道这一点 但她什么都没说 看都没再看我一眼 从别墅里出来的时候 阳光正好 院子里有园丁正在浇树 还有我出来的老管家 随我的眼神看了一眼 道 那是一棵桃树 几年前先生亲手栽的 现在已经会接桃子了 等桃子结果了 岳生小姐也来尝尝吧 她最后几乎是在恳求我 看到和先生有关的人 她总会多说几句话的 我没有回答就走了 但我知道 我会来的 风吹动桃树 叶片哗啦作响 我看过去 见到满地斑驳摇晃的阳光 全文完 感谢观看